歡迎收看每日之點新聞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東京 與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 秋葉江南和南韓國家安保室室長趙泰勇 舉行三方國家安全顧問會議 就不何問題地區安全局勢和韓美日合作方案進行磋商 三方商定為推動地區和平穩定而進一步鞏固合作 而基於牢固的韓美同盟和韓日關係正常化 三方會將合作領域擴展至經濟安全領域 沙利文亦與趙泰勇舉行雙邊會談 雙方就韓美關係、北韓核問題、地區和全球性事務合作進行磋商 雙方亦評估當前朝鮮半島局勢 商定進一步加強合作應對北韓問題 為期兩日的北約防長會議在布魯塞爾舉行 雖然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再次表示 歡迎烏克蘭加入北約 大成員國之間存在較大的分歧 中東歐部分北約成員國支持 烏克蘭成為北約成員 希望下月北約舉行峰會時 可以向烏克蘭提供北約的明確路線圖 不過有成員國反對 擔心此舉將進一步激發矛盾 最終導致北約和俄羅斯直接開戰 歐盟針對5G電訊網絡安全 發表落實指導方針的第二份進度報告 點名提到中國電訊設備商華為和中興 認為兩間企業實際上比其他5G供應商 構成更高的風險 由此部分成員國透過限制措施 或將華為和中興通訊排除在5G建設之外 屬於合理決定 符合指導方針 在北京 外交部發言人早前表示 歐盟指華為存在安全風險 但卻拿不出任何證據屬於典型的有罪推定 敦促歐方言行一致避免政治化、反安全化 並作出符合經濟理性和自身利益的決策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安表示 他預料國務卿布林肯稍後的訪華行程 不會為美中關係帶來突破 強調美國正尋求以積極外交方式 處理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的關係 布林肯在華期間將向中方解釋美國的政策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表示 菲律賓必須繼續維護對華關係 又指中國在菲律賓有需要時提供了幫助 小馬可斯表示中國是可靠的合作夥伴 在非方有需要時毫無遲疑 立即採取行動 象徵兩個關係的價值 又指非方必須透過相互合作 和持續友好對話 鞏固雙邊關係和互信互利的基礎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王溪年就說 捐贈肥料體現中國的行動和誠意 展現中國人民對菲律賓人民的友誼 希望有助增加當地農民的收入 在北京國家主席習近平和蓋茲基金會 聯席主席比爾蓋茲會晤 習近平對蓋茲和他基金會長期致力於促進全球減貧 衛生、發展和公益慈善事業表示讚賞 習近平又說 比爾蓋茲是他今年在北京會見的第一位美國朋友 世界正在走出新冠疫情 人們應該多走動、多交流、增進了解 中美關係基礎在民間 始終寄希望於美國人民 希望兩國人民有好下去 比爾蓋茲表示 中國在減貧和應對新冠疫情方面 取得舉世觸目的巨大成就 為世界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蓋茲基金會致力於與中國進一步加強創新 全球減貧、公共衛生、藥物研發、農村農業等領域合作 並將成功經驗和技術向發展中國家推廣 《華爾街日報》14日 援引美國、伊朗等多國官員爆料稱 美國在推進與伊朗的外交接觸 就限制伊朗核項目進行磋商 美伊關係是否會達成具體的協議和改善關係 一起與巴西部的評論員Anthony談談 Anthony你好 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先後援引 美伊等多國官員說到 美國一直是肖肖地與伊朗接觸 限制伊朗核項目釋放備籌美國公民等進行磋商 據報導美方的目標是達成 非正式、非書面的協議 伊朗方面也希望藉此換取美方 而是否會達成假、誤導性的謠言 不過紐約時報引述多名官員的理解分析 認為米勒的否認可能只是與意上的否認 目的是避免美国国会介入这个审查 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和部分的民主党人 是强烈反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14号改变了措辞 他表示如果伊朗核基础的设施能够保持完整 他愿意支持与西方达成协议 哈梅内伊还说伊朗至少应该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核查监督人员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 纽约时报就说伊朗方面预计将会同意 维持现有60%的浓缩油的风度 伊朗官员还承诺与其有关联的武装组织 将会终止袭击美国在赘利亚和伊拉克的军事承包商 加强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监督人员的合作 而且会避免向俄罗斯出售导弹 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交换 伊朗希望美方是避免收紧对伊朗制裁 不再扣留外国籍的邮论 不再在联合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尋求就伊朗核活动通过新的惩罚性决议 此外伊朗还希望通过释放三名伊朗裔的美国公民 以换取美国解冻价值上百亿美元的伊朗方面的资产 这些款项将会使用仅仅是人道主义的目的 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已经特许伊拉克向伊朗上还 27.6亿美元的能源债务 这个动作被视为双方即将达成协议的迹象 伊朗方面则据称 还想争取因为美国制裁 而被冻结在韩国银行大概70亿美元石油出口交易的款项 将它希望提出来传入卡塔尔一家银行 如果伊朗局势短期真的能够得到缓和 那就可以导致更加广泛的会谈 有关伊朗核协议的讨论也可能恢复 谢谢Anthony 欧洲议会通过涉港议案 促请特区政府立即释放一传媒集团创办 黎智英并废除香港国安法 议案又再次呼吁欧盟制裁行政政官李家超 和其他被指压制香港人权日本港和内地官员 特区政府对议案表达强烈不满和严厉的谴责 批评欧洲政客为政治目的和利益 网顾事实抹黑香港国安法 抹黑和扭曲香港的实际情况 强调行政长官李家超坚定不移全力旅行 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和职责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 也都对议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予以严厉的谴责 强调香港是法治社会 任何人都没有凌鸡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发言人敦促欧洲议会政客 立即停止包庇美化违法犯罪分子的徒劳之举 立即停止威胁制裁的霸凌行径 立即放弃以港压话不自量力的痴心妄想 今天每日支点新闻讲到这里 不及可お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